由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主办的 国人自治儿童记青少年优质节目评选活动 今天是举行了颁奖典礼 共有五家电视台16个儿少节目 荣获105年度五星奖推荐 其中原住民族电视台计时类节目 跟着打病去旅行 就获得五星奖的最高荣誉 其实很多的节目都是跟教育文化有关 那我们是被排在计时类的五颗星奖 我们为了传承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然后我们用一个比较有创意的方式去做呈现 其实他们是比较肯定这一点 另外获得4.5星奖推荐的 还有Bong什么是 去玩玩Lima新闻世界 以及其他10个节目获得4星奖推荐 包括马路素好健康诊所 米高级公寓 部落大小生等节目 节目制作组的组长表示 在有限的经费下 创意发想 记录以及并制作真实的原住民族教育文化 这也是原民台节目在众多本土优质的节目中 获得评审高度评价的原因